過去也曾經有在美國指教的紀錄 中間方向 德巴拉沒有來下來 江蕙宇攔到之後穿上一壘 精采的手臂 Nice play 這個球不簡單 就連前列線都必須要給予掌聲了 真的厲害 二壘擂包後方 幾乎已經到了二壘手的管區了 但是江蕙宇冒出來 接到之後 這幾乎沒有在地上 待太久的時間 對 一個側翻 馬上就傳球出手喔 這真的是厲害 你說對安打或者德巴拉的走路 好像差別性不大 撈起來 又是一個高飛球 再來考驗一下 最後是由 喔喔喔喔 翔起 草上飛啊 最後是一個滑接的方式 接殺這個驚險的飛球 雷腳的變化球 尤其防軍 不規則彈跳 但江蕙宇處理起來 沒有問題 這一次的手臂反應夠快了 所以也幫來福利省下了分數 六傳三的刺殺 解決要洪偉翰 不過在三局的上半 不過熊隊靠著劉基鴻的事實安打 送回了第二分 目前2比0 你先中心 要解決10、0打的都是三人 已經很困難了 快快快 游擊方向的反彈球 江蕙宇要比速度 這顆球處理起來了 Nice play 所以這也會帶給現場觀賽的球迷 這等於是更了解 比賽進行的過程跟原因喔 如果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應該是挑戰失敗喔 應該是不會改變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這一個變化球打進場面 有點游泥手的撲下來之後 江蕙宇起身全隊運二壘奧鬥 江蕙宇相當精采的處理喔 厲害 反應跟判斷 就是跟轉身的傳球 真的是一氣呵成 因為原本可能 電腿上的跑點比較丟腳的 而且這個球 打到你吊磚的位置 基球隊 一生只愛敵人 這一球 游擊方向 江蕙宇籃到要長處啊 來得及 哇 不用彈跳 他會想說 江蕙宇手臂就是 扎扎實實的 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美技動作 然後 你要知道 他沒有美技動作是因為 他很早就到位了 對 他比別人判斷得更快 更早到位 所以他不需要那種美技鋪舊 以前 都是我前方的強勁滾地球 來看一下江蕙宇滑街之後 再往逸蕙來掃 nice play 六星級的美技 江蕙宇 太不可思議了這一球 也結束了位泉龍隊的進攻 再次留下了散烈的餐蕾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這場精彩的龍象大戰 看有沒有辦法把 牽給他藏上 沒有傳四 再傳三 double play 江蕙宇側破了這次的雙殺 跟潘之光還有許季鴻的合作 一口氣製造了兩個出局數 你看他重心已經放低了 但這個球其實最後彈的比較高了 這球會有點突然噴到眼前的感覺 從江蕙宇的反應 大概可以解骨這樣 但這是列本技的 真的是打得不錯 這個時候有幾手江蕙宇 nice play wow 又是你江蕙宇 打仗的地上 不過有點不規則 江蕙宇先往二人送 再往一雷傳 double play 江蕙宇的反應真的很快 在三局下半 Double la真的是要靠隊友的綁住 並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郭芙宇只差最後一步 但就是來不及了 來不利自己沒有停下來 但是江蕙宇在後面補得漂亮 nice play 在我們二人壘包的右半邊 接到球之後 順手的船將一壘 江蕙宇再一次的 締造了精采的手臂表現 幫助來不利 在四局上半 也同意 在牛逢的表現也相當的出色 Let's go 陳年倩第一球 在游擊防區贏的彈跳 江蕙宇 nice play 這真的是手得漂亮 再一次的把有難度的手臂 做得相當簡單的感覺 對 這連陳年倩都忍不住要鼓掌 並不是這麼好處理的彈跳 對 這個彈跳最重要 中心的牛逢目前 關大員王毅凱還有李政昌 自得分離都還是保持零 另外還有彭世穎 這一棒打在了左半邊 又是江蕙宇 不可思議的接球 抓到了第三個出局數 這個半局江蕙宇 兩次高難度的手臂美技 抓到了第三個出局數 也讓九級上半 失誤的攻勢形成了三上三下 這球打出去 換成了小恐怖 這個反手接到 連續兩個強勁的反彈球 三類手跟遊擊手各秀了一次 結果這個球 後面有沒有補位 補了再傳 這是一顆心的一個手臂 還是收到了出局的效果 又打在地上 再次越過越後越往我們的頭頂 這次是江蕙宇 撐動的雙殺手臂 這場比賽他已經就了同手兩次 在九局上半 團員隊真的相當的可惜 無功而返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會欣賞正規九局中興周遞 九項的進攻 你那麼厲害 有點擠壓到 在中外方向來看一下 三名野鎖都過去 最後 江蕙宇不讓他同期的 好朋友林靜凱 專美於前 在八局上半 回敬了一次Nice Play 江蕙宇他第一時間 後退的速度其實就快了 真的硬生生 把一隻安打給沒收掉了 最後好像煞車的點 稍微比較早了一點 最後還是有辦法 把球撈到收進手套 跳得大力漢 小力漢 這一棒掃到了游擊方向 江蕙宇反手接球之後 猴快地送下了一壘 Auto Nice Play 那比賽的後段 真的是手臂要決勝住 今年球進 因為會有卡到一個 六搶一個資格賽 姑且不論有沒有順利的開打 他還受到這個氣候不如 那影響所以是躲在雲層裡頭 中間方向 江蕙宇這次移動相當長的距離 還來得及 六穿三的刺殺 抓到了朱玉賢 第一個出局數 對 但這個彈跳是滿中線的 所以他的步聲算是走得很好 再加上動 那個移動也滿迅速的 然後隔天在一個六分落後的情況之下 上演了這個非常精采的逆轉秀 來打敗了樂天桃園 好 來看到江崑宇 江崑宇這個太力 一開始就有不錯的手臂機會 結果展現了非常不錯的臂力 轉向一壘之後刺殺了陳辰威 一方面他的位置也站得很好 你看他其實滿靠近三壘的 他站得也不是很遠 先發的游擊手 追棒打到了中線 來考驗江崑宇接到之後 垂壘 Nice way 小可怕江崑宇 再度展現他非常廣大的手臂範圍 以及傳球能力 剛才是讓吳東榮在一壘前遭到刺殺 二局上 二局下半結束 龍隊也沒有能夠突破加板 二輪的雷跟雷放 這球打到了中線 江崑宇還能夠再抓到嗎 再考驗一次 不要好 今天已經第二次上演 這樣的美晉年出了 再次的考驗 所以我說應該不是Nice player 是他的日常 日常 而且前一次 應該也是吳東榮吧 對 所以連續兩個球挑戰中線 結果都被江崑宇給默回 又收掉 其實會得到的分數 相信絕對不會只有四分而已 對 就打出去 哇 被沒收掉了 又是江崑宇的一個Nice play 進到二游的這個手套 他打得都不差 林鴻鈺今天自己就打了兩顆的 游擊的獎金拼飛球 都是找這個江崑宇的 那今天江崑宇沒收這個飛球 可能也秀了兩次了 也是這個賽季在富邦陣中 調整狀況最好的一位打者 說著說著 這一棒打在了游擊防區 結果是江崑宇的Nice play 在這球要落地之前 把小環球也收進手套裡頭 所以也沒收了高果林 有可能形成安打的飛球 三次出局 結束了一局上半富邦和將的進攻 再來這個半局 靠著江崑宇的守備美技 德伯拉投出了三上三下 他陳林鮮走了 這一球打中間 結果四財壘包踩到 抓到 再彩上一壘 Double play 儘管已經提前起跑 但是落點就是剛剛好 形成了一個雙殺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統一了進攻 所以這個半局還是沒有得分 目前在場上的比數 還是4.0領先 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一下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露間 每支精采影片喔